善老師 我們全部人中誰最好戲 我覺得這麼好戲 一定要選一個的話 我選你 因為你是最小的那個 善老師 你喜歡照顧小朋友還是喜歡演戲 不可以兩樣東西一樣 是不是 一定要選一個 我喜歡照顧小朋友 善老師 那在劇中做中文科老師 讀書你喜不喜歡這一科 喜歡中文科 因為我遇到一個很好的中文科老師 所以我很喜歡他 又很喜歡中文科 喜歡做魔鬼老師 喜歡的 很好玩 魔鬼老師 善老師 你在劇中最難看哪一幕 有一幕 你們又哭 我又哭 大家抱著一起哭 那一幕 我都很心 很難忘 因為都很感動 在反喜跑線聯盟2入面 朱欣是一個學生和家長都怕怕的魔鬼老師 在現實家庭中 她自認是一位嚴格媽媽 同時又懂得向女女展現溫柔的一面 會有最大分別是 因為我現實真的是一個家長 我真的面對我的小朋友 我又不想她不開心 又不想她生氣了我 但我又想她學會 變成我會用的方法會用多一點 例如中文我會拆字 不斷拆 我們的部首很厲害 我們的部首基本上大部份都說了個字 是做甚麼 例如剔手邊 一定關手事的 例如雨字 上面好像有個雲 然後有個窗 然後一直點點點點點 那些就是下雨 我會這樣跟她拆解那個字 如果真的再忘記的話 就是要畫公仔 要跟她畫一些公仔 令她記得 劇中的樂天小學是一間Happy School 現實朱欣安排女女讀國際學校 是否想她可以經歷Happy的學習童年 我始終覺得香港讀書也挺辛苦 聽見有些朋友的功課 說做到十一二點 有時爸爸媽媽又要幫忙 我覺得要玩 還有玩多一點 你那個解難的能力會強一點 我們讓她讀國際學校 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 想她跑多一點 走多一點 玩多一點 吸收多一點太陽 那學業的成績來說 其實讀書的東西 你讀到八十都可以讀的 我不會介意阿呂成績 拿多少分 但我介意她有沒有溫習 但你叫她溫就沒用 只有陪她一起溫 我相信每個小朋友必經的階段 我都經歷過 所以我都反悶過 我都知道的 都會激深一點 我和老公大家都要互相扶持多了 在有時很生氣的情況下 又要懂得忍耗 然後又要大家互相扯貓尾 你不可以這樣 你這樣做是不對的 爸爸會不開心的 爸爸當然要真的不開心 要給她知道 要解釋給她聽 你這樣做我很傷心 那女人會明白 最近有部電影很棒的 就是《Inside Out 2》 亦是代表青春劇 我覺得都是很重要的 讓她知道原來有 我們的情感是對的 所有感情的反應 所有的情感都是對的 你有生氣有panic都是對的 首先不要先把這些東西壓住 有時要給她的情緒發洩 所以真的要玩 譬如她不開心的時候 真的要多問她 音樂對我女兒也很重要 譬如拉Rowling 你練琴很悶 又會走音 可能真的因為有遺傳 她很容易會把她的情感上的發洩 放在她的音樂上 所以她沒有音樂是不行的 學會愛 愛自己 愛別人 愛你的父母 懂得珍惜 我覺得 無論你將來讀書有多厲害 或者你工作有多厲害 如果你不懂得愛這件事 其實都是沒什麼意思的 你懂得愛 你懂得接受 懂得付出 那 跟別人才有關係 你懂得愛 懂得珍惜你擁有的一切 我愛你 剛才 你愛你